通过之前的学习,你已经知道时间只和刀数有关 那要算出时间,就得先算刀数 至于刀数,则等于前后的根数差 这个视频,我将继续利用这点讲讲有关锯木头的时间问题 比如,朱小白将一根木头锯成四根,需要九分钟 那把一根同样的木头锯成六根,需要几分钟呢? 注意,时间只和刀数有关,所以还得先算刀数 先看第一个过程,四根比一根多了三根,也就是锯了三刀 再看第二个过程,六根比一根多了五根,也就是锯了五刀 因此题目就变成了,一只三刀要九分钟,问五刀要几分钟 咋办?先算出一刀的时间呗 九除以三得三分钟,那五刀就要三乘五得十五分钟 看来,凡是遇到锯木头求时间的问题,都得先算出刀数 才能进一步算出答案 这里,比较关键的一步是,求出一刀所花的时间 不过有的问题,并不能直接算出一刀所花的时间 比如,把一根木头锯成四根,需要七分钟 问你把一根同样的木头锯成七根,需要几分钟 同样先算出刀数 第一个过程,四根比一根多了三根,也就是锯了三刀 第二个过程,七根比一根多了六根,也就是锯了六刀 因此题目变成了,三刀要七分钟,问六刀要几分钟 还是先算一刀的时间呗 七除以三,诶,算不出来呀,这个咋办? 不用担心,三刀的时间你已经知道了 而要求的六刀,不正好是三刀的两倍吗? 那六刀的时间,也应该是三刀的两倍呀 所以时间就是二乘七,十四分钟 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 首先,时间只和刀数有关,因此得先算刀数 其次,如果没法求出一刀所花的时间 还可以找找前后刀数之间的倍数关系 现在问题来了,如果一根木头锯成三根需要四分钟 那同样的一根木头锯成六根需要几分钟呢?